烫伤之后,立刻这样做 一冲,用流动的冷水 通系10到30分钟,二拖 如果烫在衣服覆盖的部位,要一边冲水 小心地脱掉烫伤部位的衣服 三抹,这种小面积的烫伤 通系完,抹点烫伤药膏就好了 一天怕的,太费水了 儿啊,妈给你抹点牙膏 别听你妈的,儿啊,爸给你抹点酱油 我孩子会俗 不,我这样做,会更严重啊 为什么呀 因为牙膏、酱油会阻碍伤口散热 烫伤留下的热量,会不断向皮下深层传递 流动的冷水,可以不断降温 减缓热量传递 但抹牙膏和酱油,会挡住伤口 不利于散热,牙膏的成分复杂 还可能侵蚀伤口 酱油里还有盐,会加速细胞脱水 让伤口更延着 饼块咋不行啊 饼块的温度太低啦 持续低温,会冻伤皮肤啊 烫伤加冻伤 所以朋友们,只看前面我说的方法就行了